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波克入门系列视频 那么在这一期的视频呢,我们将会了解如何将节目发布到苹果的波克APP当中 苹果的波克APP呢,是iOS和macOS都自带的这样的一个波克APP 也是目前来说呢,波克用户群体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客户端 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做波克的人来说,你的波克能够被波克的客户端收录 对于我们波克主播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当你的波克可以被波克的APP收录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你已经获得了最广大的人群 那我们想要聊波克这个APP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讨论到说,波克这个APP它是一个范围型波克客户端 那什么是范围型波克客户端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波克客户端呢其实分为两种类型的 一种是我们常见到的范围型波克客户端 另外一种呢是封闭型的波克客户端 范围型波克户端呢是允许用户自行提交一个波克的地址来进行订阅的 那比如说我们IOS自带的这样的一个波克APP 以及像一些付费的软件Overcast,Pocketcast 包括国内今年特别火的小宇宙这个APP呢 它们都是范围型波克户端 你可以在当中呢去搜索波克 你也可以在他们的地址栏当中呢去贴上一个波克的地址来进行订阅 那么这是非常典型的范围型波克户端的一些表现 那与之对应的就是我们说的封闭型的波克户端 封闭型波克户端呢它只能够搜索平台允许用户收听的波克 那如果说这个节目并没有在对应的平台上进行上传 那你可能就收听不到 那这些呢比如说像什么喜马拉雅呀荔枝啊 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封闭型的波克户端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去使用范围型波克户端来去听这些节目 因为范围型波克户端你可以看到更多的节目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是范围型波克户端它应该如何订阅呢 范围型波克户端它其实是基于每一个波克自己所独有的SS地址来进行订阅的 SS地址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网页 不同的是呢这个网页会告诉波克户端说 那这个波克它都有什么样的节目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的话 比如说在屏幕上方呢我给到了一个SS地址 这个SS地址呢它在浏览器当中直接打开 大概就是我们右边的样子 那实际上在我们的波克客户端打开这个地址的时候 它就会去读取这里面的信息 然后就知道有哪些节目是需要被显示出来的 所以说有了一个SS地址就可以看到一个波克它具体都有哪些内容 那这是范围型波克户端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如何将我们的节目发布到波克这个APP呢 实际上我们将我们的节目发布到波克这个APP中 我们就告诉苹果说 我这有个波克你可以来看看有什么内容 那波克这个APP呢就会去访问我们提交的SS地址 来去抓取一些最基本的信息 从而呢方便它的用户在后续进行搜索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我们想要去发布我们的节目到波克这个APP当中 我们只需要访问Items Connect 其实就可以提交一个波克 具体的地址呢 你可以在浏览器当中输入podcastconnect.apple.com 来访问这个页面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去以喜马拉雅为例 将我们的节目呢 发布到苹果APP这个当中去 好那我们退掉也是 我们可以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当中 输入podcastconnect.apple.com 来去访问到我们想要访问的podcastconnect这个页面 那如果你没有podcastconnect这个页面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先去注册一个苹果账号 来完成你的节目的提交 那我们登录到这个页面以后 你可以点击上方的切换 切换到我的波克 在我的波克这个页面呢 我们就可以去提交我们的节目了 我们点击左侧的加号 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在这个界面呢 我们需要去填解一个ssd址 那这个ssd址就是喜马拉雅来为我们提供的 那我们回到喜马拉雅当中 在喜马拉雅当中 我们找到创作中心 在创作中心呢 点击左侧的推广 找到podcast托管 在podcast托管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去新建一个申请 在新建申请时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创建的一个地址的这样的一个专辑 比如说我们随便选择一个专辑 然后呢选择封面 选择封面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尺寸必须是1400x1400像素以上 才可以被接受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图片 那准备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填写 比如说播客的名称呀 艺术家的名称呀 播客的一些描述信息呀 还有我们是否适合儿童人群 包括我们的这个播客具体的分类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选择 选择完成以后 我们点击提交 提交以后呢 我们其实就在这里就有了一个SS地址 我们只要复制这个SS地址 然后呢 回到我们刚刚的PodcastConnet页面 然后粘贴我们的SS地址 点击验证 那么我们点击验证以后呢 我们下一步 就可以等待苹果去抓取我们的SS的基本信息 这样他就会加载出我们的这个播客呢 都有哪些信息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显示出 我们刚刚所填写的这些信息 那这些信息呢 就是到时候用户在我们的播客上能够看到的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提交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播客提交给苹果进行审核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进行审核 确认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是否可以被展示在这里 如果没有问题 那么在通过审核的一到两天内 我们的节目呢 就可以在苹果的播客这个APP当中被搜索到了 好 那这样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苹果上传播客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